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今天國安部長高華駐在國會接受備詢 他說,總統沒有開過國安會議,韓國艦艇爆炸的時候,他沒有開過啊 總統有講過嗎? 立委在問他,所以你第一時間便不知道艦艇爆炸 他說,我不知道,第一時間我不知道 我們今天要好好對一堆,為什麼國防部長第一時間不知道? 那麼為什麼總統開國安會議他不知道? 重點是,那國防部當時發的新聞稿,又為什麼說國防部長第一時間就知道? 今天我們好好來討論,就是說這個政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政府到底衝刺了什麼樣的官? 如果不是馬總統說謊,就是高華駐說謊 Fa,今天如果說已經談判進度達成三分之一了 說這個進度算很快 那中國呢,也說要快 我不曉得為什麼一定要快 快到啊,這個大家就覺得說有必要那麼敢嗎? 是在看什麼? 中國說那個疫苗啊,說啊,價格,價格多少人受害呢? 一百萬人 為什麼我們要陪他離那間呢? 說啊,那獨奶事件啊,那些受害者說去要求主張自己的權利 說啊,去把官員起來,要破形 為什麼我們都要陪他離那間呢? 這樣好嗎? 欸,另外啊,我們今天要來看 那麼這個政府到底是怎麼在花錢的? 怎麼在花錢? 說改革是真的嗎? 那麼趕快來介紹來賓 給我一位是前時報週刊的總編輯吳國動 國動兄弟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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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邀請到的是 頂便三合一選舉啊,你討厭差一點點啊 就冰盤,就這個選條討厭管頂 大家都認為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幾乎實現 他是民進黨主席的特助 鄭文燦,文燦你好 宏醫兄,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要請他來談 就是到底當時啊 為什麼會打得那麼接近 那麼,這個五都選舉 他是如何觀察? 另外呢,我們邀請的是 動物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記者 鍾連晃,你好 宏醫,郭美鳳馨大家好 好,以及台北大學工刑系副教授 何漢君,何老師,何老師你好 宏醫好,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自身的媒體人 何博文,博文你好 大家安安,大家好 高華柱沒有聽過總統開國安會議 基本上我們現在就要請高部長 如果有在看電視,請仔細看 總統親自講 說他開了三次小型國安會議 好,那麼高華柱說 他不知道到底是誰在說謊 來,我們來看VCR 跟柏柱總統陶瑞斌出海參訪保育區 馬總統衛星電話不離手 關心南韓軍艦爆炸事件後續 326事件發生後 馬總統儘管當時原在國外訪問 也密集召開了三次小型國安會議 並宣布啟動國安機制 我在海外呢,等於說召開了三次的小型的國安會 也可以說把我們國安機制啟動做了一個演變 馬總統言由在耳 沒過幾天,國防部長高華柱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 卻說沒啟動國安機制這件事 總統並沒有啟動國安機制 他只是在國外召集了外交部長以及國安會的民主 你認為沒有啟動國安機制嗎 我認為這個不叫做國安機制 真奇怪 明明馬總統在帛琉就跟高華柱電話連線要求應變 怎麼高華柱跟馬總統的說法不一樣 立委炮轟馬政府欺騙人民 他開了一個小型的關於國安問題的一個會議 原來是沒有啟動國安機制 原來是小題大作,反應過度,還欺騙國人 是高華柱跟馬總統對國安機制啟動的認知不同嗎 部長這一席話可又傷了馬政府形象 總統是在當時說他開了三次 15個小時開了三次的小型國安機制 這是3月27號 3月27號凌晨3點48分的中央社 說傳出南韓軍艦被北韓魚壘擊沉 在帛琉訪問的總統馬英九獲知消息後 隨即召集隨行的國安外交等官員召開相關會議 啟動國安機制因應 這是中央社 以當天的凌晨開這個發的新聞 那總統說開了三次小型的 年華安到底有開還是有開 小型國安會議是有開 但是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討論這個 我就說那個不叫國安機制 那顯然馬英九要嘛他搞不清楚什麼叫國安機制 沒有他就是故意欺騙我們的台灣人嘛 高華柱今天講的是實情 總統的確沒有啟動國安機制 因為國安機制他有一套很嚴謹的規範 什麼啟動一旦這個機制啟動之後什麼人該做什麼事 那都要就定位啊 問題是今天馬英九他跟我們說他清楚他講 開三次小型國安會議啟動國安機制 好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總統沒有錯 總統說有我啟動國安機制了 但是我們的國安部長說沒有 鳳兒這事情大條了 啟動國安機制最重要是哪個部 國安部嘛 結果國安部長說沒有總統還有國安部長說沒有 那是國防部長已經不聽總統指揮了嗎 還是總統的命令因為人在帛琉 已經沒有辦法傳達回台灣了嗎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喔 如果是高華柱說的是屬性 的確沒有啟動國安機制 因為我們國防部相關部隊沒有接到相關的命令 那是總統跟我們說他有啟動國安機制 這樣就是馬英九說不定嘛 馬英九在說謊嘛 你說謊的目的就是因為你這一趟出訪實在沒有什麼成績嘛 所以回來只要搞那個什麼 手機通不通啦 然後卡電話搞這些小事情 然後好不容易喔 可能看到南韓這個事情喔 馬英九心裡搞不好很高興 喔這下終於有得秀了 趕快趕快來來搞一下 弄一下國安機制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基本上喔 整個政府在荒腔走板 南韓軍艦爆炸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台灣該如何處理 應該是國安外交系統有一套很完整的作業模式 有標準作業程序嘛 結果沒有一個三軍統帥 我們的三軍統帥跟我們說 有我啟動國安機制了 受他指揮國防部長說沒有啊 哪裡有國安機制 而且我覺得最離譜的是 這件事應該是國安部 還是說情報軍事情報局的人 還是說我們的國安會 第一時間得到消息之後 趕快匯報給國安系統 然後國安系統去跟總統報告 說報告總統南韓這個軍艦沉默喔 詳細情況我們再了解 再馬上跟您匯報 不是 是中央社記者卡電話給總統府發言人 總統發言人跟總統說 所以馬英九知道 馬英九在打電話給高華柱 所以國防部才知道 這整個順序是倒過來 應該是媒體最後知道 國安單位第一知道 告訴總統 然後媒體是最後知道 結果這件事是媒體第一個知道 總統第二個知道 然後主管的國防部是最後知道 這不只是外交修兵 簡直國防 我看國防部整個裁測掉算 因為沒效了嘛 我請教一下文燦 你做過新聞局長 那其實也是內閣的這個首長之一 那這個到底算是高華柱對還是馬總統對 馬總統說他開了國安會議 那啟動國安機制理論上來說 就是國軍的戰備成績就要立刻提高 那如果高華柱沒有接到這個命令 這個部隊就白開了嘛 連部隊沒有因應一個新的狀況 如果南北韓真的開戰 那真的是很嚴重的事 假如不是的話 資訊不明 開了三次 還是透過媒體掌握 這個政府出了問題 第一時間應該是包括軍事情報局 包括外交部 包括國安局 包括新聞局 這四個單位 都應該要第一時間了解說 到底南韓這個事件 到底這個情況如何 所以顯然的 透過記者跟總統講說發生什麼事 這個政府確實是應該要好好的檢查